关注我省最新疫情通报 1月14日零时至12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至于出院5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3例 大林市报告2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至于出院1例 为沈阳市报告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至于出院7例 均为大林市报告 1月14日12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另外从昨天起 沈阳市将黄沽区明连路 博科地带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并对区内的人群继续实施7天居家隔离管控措施 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普及一下抗疫小常识 是我和瓜瓜还有家威一起拍的 是有意思又实用 抗疫宝典外出就餐安全篇 我们一块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队取餐戴口罩 语言交流要减少 摘下口罩别乱扔 二次污染把你找 公快勾勺分餐制 推背换展 危险高 买单最好无接触 扫码支付最安全 疫情防控期间 尽量减少多人聚餐 外出就餐 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厅 尽可能错工用餐 进入餐厅 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 服从管理 尽量自带餐具 减少接触传播的机会 尽量缩短就餐时间 减少同行人员的交流 打包的剩饭菜回家使用前 要充分加热 保障食品安全 疫情防控不仅是自己的事 更是大家的事 好嘞 跟各位呢 汇报一下啊 这一桌子的菜 我们仨一口都没动 原样让这个店长给收回去了 是 虽然是盛情难缺吧 但你们三个还是迎难而上 把这个店长的盛情 抵挡住了美食的诱惑 真的太不容易了 对 我在减肥 其实呢 这些都是幕后的小花絮 关键是呢 就我们说的这些防疫的注意事项 大家伙可得记好了 好